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OK仔 跟大家看看國際新聞 國際新聞有很多猛烈 在法國方面現在七國那麼亂 說到情況下也非常恐怖 當地有很多華人現在受害 也有劉學生現在出聲叫救命 稍後會跟大家跟進一下 另外也會跟大家跟進一下在日本 現在出現了每年有九萬人神秘失蹤 人間蒸發了 究竟發生什麼事? 他們是不是遇到一些什麼古靈精怪事件? 我稍後告訴大家 亦都關乎有一宗新聞 是不是針對華人呢? 有位華人在吉隆坡入境的時候 竟然被他們海關扣查 更加要索償拒款三萬元 這件事令到國際神經 中國方面的官員 連馬來西亞的首相都要立即出現 徹查這件事 我們稍後會跟大家報道一下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一下 國際新聞大麻煩 現在法國方面就真的非常好亂 說到情況迅速蔓延 蔓延的程度除了去到比利時之外 現在有傳 已經去到瑞士了 在網上看到有視頻 竟然有人拿著 不知道是AK還是什麼自動暴槍 對天開槍 更加有人就懷疑 偷了一部法拉里 就撞到那些店鋪的廚窗 然後就偷東西了 很混亂 據報道指出 這個騷亂潮 已經蔓延去到瑞士 比利時之後 現在瑞士也有人號召 仿效法國示威 有幾百名青年在市中心搗亂 破壞瑞士多間市中心的商店門窗 也有人去警員投擲石頭和汽油彈 那個情況是很混亂的 當然法國已經拘捕了2800多人 有假借示威就變成搶劫 而重災區馬賽看到 除了我們有中國遊客的旅遊巴御集之外 有很多遺風的商店也被人進去洗劫 很多人拿著這些所謂的戰利品 就衝了出去 這個情況是失控的 在李昂更加有人拍到 這一群不法之徒暴徒 拿著自動步槍去對天開火 真的很恐怖 真是神經病 當然這件事件更加有人 矛頭直指當地的管治人員 在巴黎市郊 這個叫伊萊羅斯市 在凌晨他們的市長 竟然的住宅被示威者開車去中火 這間屋燒了 當時他們的老婆 這名市長兩個兒子在睡覺 幸好走得切 否則真是一鑊熟 這件事件的升溫 傳恩就是一位 17歲的 非裔的青年人 被警員開槍射殺了 這件事件引發了一個新的矛盾出來 現在這些騷亂 連當地的華人 都頂不住 都頂不住了 有華人向央視求救 益述他們的社區 現在怎樣遭受這班示威者 洗劫 因為有華人的店鋪 包括煙草店 咖啡店 都被他們洗劫一空 有一位在法國的華裔傳媒人就表示 平時 他們那些郊區快線的列車 去到凌晨 現在晚上9點就停了 在大巴黎地區 很多華人經營的Coffee Shop 煙草店全部被人打破了 而說到他們的店主只能夠 眼白白躲在樓上看著 看著自己的店鋪被人洗劫一空 說說保險公司會賠 但是你心靈上也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另外 有一位在法國的華人動漫師表示 參與騷亂的除了左翼抗議者之外 基本上都是住在貧民區的移民 他們的目標集中在一些知名的品牌上 而說到這班示威的人士 參與者 年紀都不是很大的 更加有人破壞完之後 會立刻拍照 放在社交媒體上 就曬命地說 對於這件事件 這位華人動漫設計師的看法就是 其實本身這班年輕人在這件事發生之前 一直都有違規的行為 例如 無牌駕駛 亂開車 警方截查他之後就拒絕停車 更加作狀要撞警察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件 根本不是無風起浪的問題 不是針對性的問題 只不過是 這一班可能叫做在貧民區住的移民 存在一些叫做犯罪的人士 根本就在那裡 立立亂亂的了 而說到在這個巴黎的八區 本身也有很多華人服裝店 長期治安問題 一直困擾當地居民 繼2005年騷亂之後 這一次是最嚴重的一次 另外有一位在法國的抖音直播主 叫陳莉 他覺得這些青少年 認為自己未成年 覺得那些警察出他不將 他們沒有犯罪成本 所以能夠亂來 每一次北非裔、青少年、貧民地區 跟那些騷亂都一定有關係 而有留學生更加廣道話 跟記者說 他說去巴黎很害怕 天天都不敢出街 他說聽到槍聲 馬上縮起來 也可以看到現在法國方面 那些情況就是超乎了我們想像中的恐怖 這件事件的受害人、家人都出來 呼籲群眾冷靜 有被殺的青少年祖母 現在呼籲大家 要停止製造騷亂 有人就覺得借著這件事件 刻意出來做謠生事 法國方面 大家真的去旅遊要小心 尤其是由歐洲 不知道怎樣散散到不同的國家 隨時可能想著沒事 誰不知到你那個地區有事的時候 真的要自己有什麼事就快點走了 另外也和大家看看 有位中國遊客 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機場 竟然遇到敲詐勒索 這樣的問題 他們的海關人員竟然做了這樣的事 驚動到有中國官員出來營救 更加驚動到馬來西亞首相安華 突擊搜查吉隆坡機場 究竟是不是真的 這件事件是怎樣 馬來西亞旅遊部部長張慶信表示 原來在6月30日 接到馬來西亞駐廣州總領事館的人員電話之後 馬上連夜趕到吉隆坡機場 因為當時有一名中國籍女子 因為言語不通 被移民局的官員 滴走入黑房 文化超過15小時 更加勒索18000令吉 大概三萬多港幣的放行費 這位馬來西亞部長張慶信 和官員交涉了之後 就要救出旅客 張慶信的舉動 受到馬來西亞公務員工會的抨擊 但是當地旅遊業界也感謝他挺身而出 維護國家形象 他們當局 馬來西亞當局 是收到 馬來西亞駐廣州總領事人員的電話 你想想 由中國那邊飛卵去馬來西亞求救 然後馬上要驚動中方人員 然後再找馬來西亞人員 再去機場接人 救人 這件事多恐怖 有時候有些人就說 你不認識我嗎 我認識誰誰 現在不是認識誰誰 真的很嚴重 這件事令到馬來西亞的首相安華 立刻用行動支持 張慶信 即是他們的旅遊文化局長 他在這個警察總長 雪州總警察 一起陪同底下 不同的官員陪同底下 突擊巡查吉倫坡機場 安華向媒體說到發現了一些問題 他說強調 機場關稅局和移民局的運作大致受控 大部分官員都盡責 強調當局會跟進調查 這件事有尾巴 你見他說話 找到一些問題 大部分官員都盡責 有細部分人士被他周到 這件事都很引起 大家都非常震驚 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機場 竟然會發生這些事件 安華他也承認是有一小撮的害群之馬 說到一定會徹查事件 所以大家出外旅遊 真的要小心小心 不知道是針對華人 還是剛剛遇到江江這一位 中國籍女子 不幸又這樣被人搞 這件事真的 所以你說世界都是很危險的 另外跟大家看看日本方面 現在有報導指出 日本每年 有九萬人 人間蒸發了 哇 這麼恐怖 是不是那些KK園區 你也知道 那些KK園區多活躍 在東南亞 不是殺到日本 我們和大家一起看看 這件事就說到 原來 每年的失蹤九萬人 為什麼會人間蒸發了 原來現在日本 興起一件事 就是說 他們會因為工作 學校 債務問題 又或者其他疾病 家暴 糾紛 或者沒有原因也好 而人間蒸發 為什麼呢 原來他們用這個逃避 人間蒸發的方式離開 去重新 就是叫做 洗過自己的生命 他完全是 離鄉別井 用一個新的身份 在另一個新的地方 生活的 這樣 講到這種蒸發的現象 在日本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 因為有在日本 旅居多年的記者 和其他傳媒表示 他說日本其實一個不是很寬容的社會 與其生活在這個恥辱和債務之中 有人寧願選擇放棄一切 消失並且重新生活 那這個 就是 位置 有人說 如果香港 可以選擇 我相信也有很多人選擇這樣 行不行呢 香港這麼小 你怎麼可以消失 是的 有些人會是消聲匿跡 然後就不知去了哪裏 不想告訴別人 那時候是怎樣 可能經過一些事 也可能是家裡的問題等等 那這件事件也可以看得到日本方面 哇 有很多人 行錯路 經常都說 可不可以人生可以重頭來過呢 他們選擇這樣來 重頭來過 其實很難的 你可以換名嗎 沒有的 你的資料一定在紀錄上面 你哪有得避的呢 真是很奇怪 另外也要和大家看看 關於英國方面 英國這個物價都很貴 有人說不是 但是有調查報告發現 近九成的英國打工仔選擇不吃早餐 更加有過半數的人士 吃薯片頂肚 為什麼呢 因為健康的東西實在太貴了 有人說健康無價 現在告訴你健康也是有價 吃不起了 沒辦法 要吃薯片頂肚 現在有個調查發現 原來有九成的打工仔不吃早餐 在英國 到他們餓的時候 有超過一半人 選擇吃薯片頂肚 他們為什麼要選擇這些垃圾食物呢 因為正常的食物實在太貴 他們買不起 這樣 這個調查報告顯示 有三分一人原來因為趕著出門口 所以不吃 有五分一之人說還沒睡醒 所以晚點吃 如果你再進一步調查發現到 不吃早餐的受訪者 平均會去到十一點 早上頂不住才找東西吃 最多人吃薯片 跟著就是餅乾 朱古力 最後才是水果 而說到第五六位 又變反那些垃圾食物 糖 蛋糕等等 為什麼他們要吃薯片呢 有三成的受訪者就說 買這些健康食品 回公司吃實在太貴了 只能夠在商店裡 隨便買口垃圾 頂肚子先 這樣 當然 這個調查報告告訴你 有說原來 不吃早餐是會影響情緒和生產力 有四成的人就說容易教育 有四成一的人就說比較生氣 有四成的人就說難以集中精神工作 在英國生活都好像不太理想 所以有人就說可能會回流 近期見我們 我們那些官員都說 好像要多些人回流 那數字是不是真的多了 他們又說沒有數字 其實世界各地都遇到這些問題 我們都沒有辦法去控制得到 只要有人去到那個地方才知道 另外也和大家看看 在美國出現了大型槍擊案 在一個大型派對裡面有人連續開槍 造成四個人死亡 25個人受傷 這件事件就在當地時候 7月2號凌晨12點多 警方接報 巴爾的摩布林克林區傳了槍聲 他們當地搞一個叫布林克林 布魯克林日的派對 超過100人聚集 這樣嗎 他們通常就搞些燒肉 搞些派對 這樣 但是 無端端開槍 有人聽到 有目擊者就聽到 不知道是不是槍手只有一個 但是 同時間聽到二十幾三十下槍聲 哇 真是恐怖 有人被子彈打中 真是可憐 美國也是很亂的 無端端很喜歡開槍 像現在法國一樣 有些人說 另外 看看加拿大方面 加拿大 現在出現了七千人大罷工 嚴重了 為什麼呢 因為隨時影響全球運輸 在加拿大的西岸港口 出現了這麼多人罷工 懷疑呢 就著勞資雙方 就著新合約的問題 談判出現 破裂了 那麼 在貨櫃碼頭 有七千多個這些 裝設工人 就選擇罷工 那麼 預計會影響全球貨運 你以為不影響香港 也有影響香港的 你都知道有多少東西 寄來寄去 香港是 那麼 都會去美國 北美洲 所以 這一場 這些問題 其實在香港也好 在全球世界各地都有 就是關於人工的問題 通脹很嚴重 其實你們有沒有想過 如何解決呢 全球通脹的問題 首先 停止烏和戰爭 有人就說 這烏和戰爭的確影響到 全球的供應問題 但是 能不能完結 看來都難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有消息指出 普京 是不是打算炸毀了 核電廠 現在就真的頭都大了 唉 真是 是 有人就說 不要搞 等下個禮拜 因為 給我這個通快 真的 這些事件 你經常都說 有可能 普京 去到尾期 什麼叫尾期 這場戰爭的水尾 有人就覺得 這場戰爭 經過了 這個阿加納集團 半變之後 俄羅斯已經沒有辦法 再可以 打得贏這場仗 只能夠 用最後的手段 使出核武 當然 如果他真的放出核彈 全球一定會打他 所以現在 有消息指出 俄羅斯方面 打算引爆 雜波羅熱核電廠 造成一次核爆 從而阻止 再強烈的抵抗 甚至乎 成為 談判條件 這樣 這件事件 我們一起看看 雜波羅熱核電廠 暫時還在俄軍手上 但是他的安全問題 已經受到外界關注 阿澤連司機 表示 這一座歐洲最大的核電站 依然面臨嚴重威脅 俄羅斯也準備好 引爆核電廠的技術 導致輻射洩漏 到時候真是 含糾鏟 什麼時候會行動呢 烏阿蘭軍隊指出 俄軍在核電廠附近 就埋下地裡 如果不小心 真是開爆的話 就完蛋了 但是 也說 另一個問題 俄軍不是大反擊嗎 為什麼現在好像成效不大呢 現在說到連烏阿蘭方面也承認 大反擊的進展 不是那麼好 所以要收回西方提供的軍備先 以免損失慘重 其實 你可以看到這一場反攻 我覺得烏阿蘭最大的致命傷 為什麼不能夠成功 雖然有西方的武器 但是 他們缺乏了其中一樣東西 就是 空襲 你看到俄羅斯 在這幾天 再派出導彈 無人機 再去轟炸機庫 有人說 烏阿蘭軍隊的推進這麼緩慢 其中一個原因 如果你擁有西方的武器 為什麼都這麼差 是不是西方的武器 不行 其實不是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要複製西方軍隊 尤其是美軍那種進攻模式 你是需要空襲的 其實美軍經歷過大大小小 或者這個世界 有一種大大小小不同的戰役 二次世界大戰 到現在的戰爭也好 你看到 其實 都是先要用空襲的模式 去把敵方很多基建設施 防禦工程摧毀 說遠 二戰 你看一下 洛曼帝 靠那些炮艇 那些驅逐艦 全部在岸邊打過去 其中一場戰役就是奧哈馬海灘 進攻洛曼帝 又散兵 又散兵 近的 你看波斯灣戰爭也好 伊拉克也好 什麼都好 美軍 戰斧式巡航導彈 在海裡 飛飛飛 全部 炸 可能炸幾個小時 甚至乎炸你幾天 好 空襲完畢 地面部隊才進攻 其實你見到烏克蘭軍隊 現在就是缺乏這些 叫做戰機 沒有炮艇 你又沒有真的 AIRGUN SHIFT 你跟美軍 什麼AC-130 在空中堡壘 打下來 甚至乎用B-52的轟炸機 炸下去 什麼都沒有 所以這場戰爭 也是一個非常漫長 你想全球的價格 可以快點回落 其中一個原因 你都要看一下 他們什麼時候完 現在有消息指出 F16過去了 派給烏克蘭 我覺得太遲了 算了 不如快點西方入手 搞定它 一起想辦法完結它 太久了 摸到整個全球環境 你接下來 夏天又很快 然後又是冬天 那些燃料價格又說會上漲 你不夠天然氣的時候又怎麼辦呢 那真是全球人的問題 另外也和大家看看 日本九州 連日大雨 導致有JR鐵路 被河水沖毀崩塌 這麼嚴重 真麻煩 洪本縣超過37萬人避難 這樣 現在說到 由於九州廣泛地區下暴雨 而在洪本縣的西原村 錄得1小時95毫米的雨量 更加發出大雨警暴 很多地方水浸 有橋樑被沖毀了 如果大家去九州北部玩的時候 要留意一下當地的天氣情況 還有 美國 有位婦婆離世 七隻貓 竟然承繼他30萬美金迷產 即幾百萬 現在 有幾千人 爭著影領他七隻貓 哇 這樣嗎 真是 你領養到那隻貓 吃掉他的遺產 當然 這位 美國婦婆離世之後 竟然可以把他的遺產 留回他的七隻貓 令到七隻貓 可以繼續在這個豪宅生活 但是 由於 那些保母 照顧都 不太好 將那些貓 不太懂得照顧那些貓 所以 這七隻貓 經過法院裁定 要開放人領養 說到現在收到 85人發信 就說申請 很努力 選擇領養人 當然 哇 有豪宅 還有 Cash 一定是 搶到 爭著營 另外 和大家看一下 泰國 送給斯里蘭卡 一隻29歲 大將 現在被人揭露 虐待 哇 嚴重了 現在 就要花 七位數字巨款 送回泰國 唉 真可憐 有好 等同中國 送 熊貓去美國 餓到 熊貓瘦 瘦到疲惑骨瘦 是很慘的 唉 真是 大笨象 經常說有靈性 那麼 泰國 打算將 他們這些吉祥 的動物 去轉陣給斯里蘭卡 打算有好邦交 誰不知 你這樣虐待人的動物 好了 那這隻 29歲的 大笨象 原來叫蘇林 在二十幾年前 送給斯里蘭卡 現在 就懷疑被人虐待 那麼 立刻 當局 七位巨款 將他 空運回泰國 小了五百多萬 真是說笑 真可憐 說到這隻 大笨象 很多傷口 沒有人理會 真可憐 那麼更加 有據報 大笨象的傷口部分 都是自主 就是養他的人士 造成的 唉 真可憐 那麼 大象在斯里蘭卡 都是神聖動物的 那麼 為什麼會搞到這樣的呢 那麼 斯里蘭卡沒有錢 狂 哪有人理 自己都搞不定 還說養動物 好 另外 跟大家看一下一單笑料 就說有位 有位 有位女子 竟然炸病 去看演唱會 那 就說到 她厲害了 她怎麼避開 不要被人知道 她炸病 看演唱會 呢 竟然 她一早戴定無尖 扮 扮中東人 由頭奪到下腳 猜不到 真的有電視台記者去採訪她 她這樣 奪著頭 眼鏡向外 哈哈哈哈 好像扮鬼 這樣 這樣 出了街 令到她 立即一炮而紅 幸好 暫時沒有人 起到她的底 就不知道她是哪位 這樣 哇 好笑 當然 為什麼會知道她是射球 原來 這位記者 跟女歌迷說 為什麼要穿成這樣 當然 告訴別人 沒有 我特意射球 來看演唱會 後來記者就說 希望你幸運 不要讓你公司發現到 老婆 這樣 當然 有人認同她這樣做 你不讓我放假看 我一定射球 有人說這樣不做 不應該 沒有說應不應該 沒得說 最後 跟大家看看全球首例 澳洲 批准醫生處方迷患 藥治療 抑鬱症和創傷後壓力症後群 嘩 嘩 嘩 拍丸仔 嘩 這樣行不行 這樣行不行 現在澳洲方面 根據美聯社報道 可以治療PTSD 處方一些 藥肝劑量的搖頭丸 也可以從迷患蘑菇提煉一些成份 來治療抑鬱症患者 這樣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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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被濫用這些藥物呢 搞到大家 嗨嗨地 真的 找光出來 立刻整個 嗨嗨嗨嗨 今集時間講到這裏 下一節再講 拜拜